黑色衣服 官方的這邊 謝謝 這裡這裡這裡 官方這邊 那這次不知道在重新鎮上的 這個流行樂獎頒獎給你一下 有沒有什麼樣的心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次很特別的是 我的那個 第一次在任何獎項中 都是第一次得到最佳作曲的 這個獎項 所以這對我的創作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努力 然後尤其其那一面是我 從小聽到大的電台 我真的喜歡 然後能夠被這樣子的賞識 那我覺得很有仁舊感 的確是不只是這個拉拉徐佳穎的歌迷朋友們 的確這一間們都非常喜愛 拉拉徐佳穎的專輯 那我們今天現場的媒體朋友們也有提問想再把時間 留給我們的媒體朋友 謝謝 拉拉今天的服裝是哪一家新的 今天 欸不是喔 今天是那個造型師 所以他想說如果是牛仔的話 再加上一點那個浪漫風情 來綜合一下 讓他顯得有一種隆重華麗之感 那昏莎會考慮這樣子嗎 那昏莎會考慮這樣子嗎 昏莎 昏莎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啊 因為我想知道啊 昏莎 不知道欸 我還沒想這一題 那今天是特技穿這麼高的鞋 沒有這裝是我的萬年老鞋 就是 永遠都要這麼高才會夠一個高度 因為我本身的條件並不是這麼的充裕 所以 喔 不怕現在不怕了 嗯 最近有在熟一點對不對 最近有在運動 嗯 我對 其他的女歌手有信心 我對其他的女歌手有信心 那對其他哪一位都有信心 都很有信心欸 嗯 對自己就是比較 平常心 其實好像演入圍蠻多小的 很開心 其他獎項還有哪一個最想的獎項? 最期待的當然就是最佳專輯 因為裡面是包含了所有人的努力 如果能夠一舉拿下的話 就覺得說我的辛苦都值得了 那你的戰鬥怎麼會好嗎? 還沒,明天要試 會是很open的那種嗎? 沒辦法,因為打開裡面沒東西 所以沒辦法open 這好close 可以嗎? 好,謝謝大家